喔 怎麼那麼嫩 你們看 跟我們吃的金光耶 連那個河粉都沒有剩 而且它是你以前2023年的得著 眼前這些中辱石景像實在是太壯觀了 我剛剛進來的時候真的是碳尾關子耶 喔 光速前進龍 很驚人耶 這麼大碗居然才3萬 大概才第37塊 我此生好像才沒有住過這種房間耶 你們看 超級無敵扯的 這景色是怎麼回事 貼小人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iki 我現在也是在桃園機場 沒錯 我又要出國了 但我這次跟老婆要去一個 我們從來沒有去過的城市 越南河內 而且這次蠻特別的事 因為我對越南不太熟悉 也不太確定英文在那邊通不通 所以我這次是報奧托的 六天五夜自由行行程 對 你沒有聽錯 就是自由行 因為他們家就是標榜 奧托幫你拍行程 你只要負責收行李就好 所以我跟老婆這次要來試驗看看 奧托的服務如何 到底有沒有辦法真的讓我們 無腦不用做功課的 玩爆河內 這一次我們剛好趁著 跨年假期到河內玩 奧托的自由行程是不包含機票的 不過我們星期六出發 搭乘長榮航空早去晚輝的班機 一個人來回是台幣9000期 私信卻還蠻划算的 那下飛機之後 大家應該會發現 越南的入境人潮 永遠都大排長龍 所以奧托的第一項重點服務就是 快速通關 不但會有專人在登機口迎接 直接帶你越過近一個多小時的排隊人潮 時間甚至快到 我們出關的時候 行李都還沒有出來 而且入境時間 居然只花不到30分鐘 真的超級無敵爽 好 各位 我們剛抵達河內了 剛剛一下子就感受到奧托的威力 因為其實來越南 你是要辦落地錢 或者是電子簽證 那奧托他們事前 就已經幫我們辦好簽證 而且從網卡機場接駁 換換的地方 他們通通都幫旅客整理好 甚至我們在行程 還有收到一個旅行打包請單 奧托會幫你整理要帶什麼 去越南怎麼穿 帶多少錢 超級天心 好 我們現在呢 就要準備去10號出口 找那個機場接駁車 因為我們等等 就要先去飯店check it啦 然後我們要來吃 吃 吃 逆經40分鐘車程之後 我們已經移動到河內市區飯店 Hotel Delors Hanai 對 這也是澳特幫我們訂的 那我們會在這間飯店住三天 有含早餐 飯店的服務態度非常非常好 他捨不得讓我們拖行李 還幫我們拖到房間 那我們的房型呢 就是一個簡單的雙人房 這是Kingsize的雙人床架 小康台我覺得還蠻爽的是 因為我們的飯店地點很好 樓下就是一整條的咖啡街 那廁所的話 我覺得空間上沒有特別大或特別小 但他這個化妝燈我蠻喜歡的 然後越南好像是沒有在用免治馬桶 所以就是一般的馬桶 我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浴缸 好啦 那飯店開箱就先到這邊 我們要趕快出去吃東西 我們還沒吃午餐 我第一餐我想要吃的是 越式河粉或是那個 越南法式麵包 Go 各位 我們的第一站就來吃我期待已久的 越式河粉 這間是李國師10號牛肉粉 而且它是米其林2023年的得主 那也是奧特推薦我們的啦 他有特別講說一定要加這個油條 泡在這個越式河粉裡面 我看Google上面很評價是說 它有什麼配料就全加就對了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煮飯 你必須放進去 然後它會變軟 裡面的什麼? 沒有 我看到Google Maps 他們說是一定要放進去 這只要不熟 這只要不熟 哇! 好棒喔! 它湯頭超妙的 它是清甜味 但它有點酸辣感 這樣跟台灣的越式河粉 兩罵之似 牛肉條都好好吃喔 牛肉肉片我們是點半熟的 但有點微可惜 因為我剛剛拍照太久 它可能已經變全熟了 而且我是完全不吃香菜的人喔 但我覺得它的香菜 加在這個湯裡頭超級無敵對味 它油條蠻好吃的欸 沒什麼油耗味 而且泡在湯裡面又是另外一個味道 但是好吃泡湯也好吃 跟你講最不可思議的是 我不知道是越南物價 就這麼便宜還是怎樣 這麼大碗喔 這樣才台幣82塊而已 這還是米其林推薦欸 各位觀眾 今天晚上就是我最期待的在地美食體驗 因為澳特有幫我們安排一個 會講中文的越南香島 他等一下會跟我們介紹 越南人喜歡吃的在地美食是什麼 跟我們今天下午的自由探索時間不太一樣 這是我們今天的在地香島 秋姐 阿秋 越南人嗎 一般般的 正會越南的 哇 好 那我們走吧 跟著秋姐走 秋姐說在越南 如果你想要等到沒車再過的話 就等人等到明年 越過馬路 哇 哇 這個 還是真正的越是過馬路 哇 你們看這裡的交通超級無敵猛的 每一台車都不知道怎麼開怎麼騎的 各位我們要準備吃第一餐了 現在秋姐要準備教我們怎麼吃這個越式烤肉飯 烤肉麵線 烤肉麵線 這是豬肉嗎 豬肉豬肉 吃 看這個 然後放一點菜 希望能吃怎麼菜的話就放 因為我們越南菜啊 沒有農藥的 哦 吃那個蒜米 嗯 辣椒 也是 咬一點 秋姐說這個是螃蟹春捲 然後這個是豬肉 鴨魚露 還有木瓜 來吃吃看 它那個魚露真的要加多一點 要加多一點才好吃 你們看這個肉片 這肉片超彈的耶 它看起來好像沒那麼厲害 但是它吃起來的肉質是彈的 浴室春捲 一樣要把它泡進去 魚露來啦 好特別的味道 它裡頭是螃蟹碎肉跟冬粉 熱熱的 然後應該有再加一點絞肉之類嗎 我自己就覺得還蠻好吃的耶 這真的是沒有想到 但你怎麼可能會知道要這樣子吃 還沒完囉各位 我們又上了這個法式越南麵包 然後秋姐他們蠻貼心的 是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吃超級多東西 所以我們東西都半份半份 很像牛牙吐司版的營養三明治 因為它的麵包已經烤得酥酥脆脆的這樣 嗯 它麵包好香喔 第二間 秋姐帶我們來吃的是越式煎餅 本來為越南煎餅是蛋包海鮮料 美香外層的黃色麵皮 是因為加入了薑黃粉 以黏米粉水和椰漿為主 鮮料包括豆芽菜 海鮮還有生菜等等 而且這一間還有買南越版牛肉米線 味道還蠻特別的喔 第二家我們來吃的是板橋 這個是南方的河粉 我們今天早上吃的那個是北方的這樣 然後北方的是湯的 這是乾的 一樣也是牛肉 它比較清爽一點 可是我個人比較喜歡北方的 因為北方的有湯 湯比較甘甜這樣 但是這一家乾拌的也不錯 所以來這裡就是要一直吃一直吃 那個小吃這樣子 都吃一點 原來在古街區是這樣子 就有點像逛夜市的感覺 啊我剛剛講錯了 這個不是板橋 這個是南方的佛 南婆 南婆 這個是南婆 板橋部分可以單吃 也可以包整春捲吃 秋姐說當地人很喜歡吃菜 所以建議加一點喜歡的菜葉 把煎餅包在春捲皮裡 再沾一點魚露 讓表層稍微泡軟 味道會更清爽喔 越南人好喜歡吃魚露 這味道真的是沒有吃過欸 他還把那個河粉磨成粉加在裡面煎 然後再加上海鮮料 然後還有各種 好吃欸 很香 對加辣椒不加魚露 其實就是不同吃法啦 大家怎麼吃基本上我就覺得不太累 各位我們現在來吃甜品了 看起來超好吃的 這個是蓮子龍眼糖水 越南人很喜歡吃養生的東西 嗯 看起來好好吃喔 嗯 很消暑耶 它其實沒有我想中的那麼甜 它的蓮子 它的鮮炒都超好吃的欸 它很貼心喔 它還有另外附冰塊 所以你如果覺得不夠冰的話 你也可以咬那個冰塊在你的糖水裡面 然後另外呢 我們還有再點一個椰子糖水 這個是秋姐推薦的 裡面是椰子肉跟椰子奶 還有一個綠綠的東西 粉條之類的吧 這很Q欸 營養滿好 非常非常 它的珍珠裡面包椰子欸 蠻有趣的 這兩個都是台灣沒有吃過的那種 傳統糖水味 很驚人欸 這麼大碗 居然才三萬 大概才第37塊 昨天有年 poco感動 是昨天下的 還有連夜旅行 是昨天Well 我們都到達的 好像沒看到啦 聊天都到達了 還有一段 才看到我 有可能 是在那邊 說不定 我都到達了 來的第一站就是我身後的這個 河內歌劇院 它已經有100年的歷史了 今天市區都來行程大概是6-7小時左右 這我們昨天也有經過 然後秋姐說這是河內市區最漂亮的建築物 第二站還是我個人覺得最壯觀的市區景點 河內大教堂 我一直到越南才知道 原他們是東南亞第二大的天主教國家 剛好當天遇到禮拜 有開放教堂正門可以進入 而且教堂內部非常的氣派 兩側彩繪玻璃 和後側管風級也很壯觀 另外,家長周圍幾乎都被商店街和咖啡店圍繞 秋節又帶我們到對面的咖啡廳 嘗試看看越南的代表性飲品 雞蛋咖啡 嗨 怎麼會怎麼會 好意外喔 剛咖啡完全沒關吧 這是飲料吧 因為它上面這個真的很像小朋友口感 就是奶油你知道嗎 因為是熱咖啡上面的蛋是冰的 所以它上面還有給你一個熱水保溫 我以為咖啡餅是咖啡的感覺 但這個比較像是奶蓋紅茶 但把下面的紅茶變成咖啡 而且我覺得越南人很有趣 到處都是咖啡廳 然後他們會搬一個小椅凳在外面搬 有人在這裡客瓜子 有人從一早覺得很欣賞街景啊等等 還蠻有趣的 擁有千年歷史的文廟鍋之間 是以前越南的科舉考場 沒考過一關就可以越接近中心的狀元考院 不過那一部環境有點像我們台南的孔廟就是了 但以前若是考上狀元的學生 名字還會被刻在石牆上喔 秋姐剛剛講說他們只要有尊重的人 他就會把他背在烏龜上面 就是以示很尊敬的意思 然後這個摸一摸會發財 你看這邊已經摸到變金色了 這個烏龜也是 這個腳也是 不會發財 2024靠你了 大家知道嗎 原來越南也是有在祭祀孔子的 包括孔子的學生們 但神奇的是 這裡的書法都是用拓印 並不是用寫的 我們廟還設了這一區 專門祭祀壯人的地方 所以週末也有許多越南學生 會來這裡拍攝畢業照喔 我是白雪公主 為什麼白雪公主會有這麼胖的手 白雪公主要到換蜻蜓 為什麼白雪公主跟蜻蜓有關 這真的很酷耶 你看有個87 它這個設計真的很酷喔 午餐時間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他們的飯很可愛 還裝在這種碗裡頭 然後不夠的話跟店員講就好 這家的店員是會講英文的 越南無止境的白 越南國菜空心菜 它是甜的耶 它是甜醬油的感覺 還不錯 但我覺得它的雞肉比較驚豔 它的雞肉炒得超香的 炸春泉 它很像包香菜耶 越南真的是啥都吃香菜 可是我覺得越南的香菜都蠻好吃的 不太像台式有一個很重很重很重 沒有辦法接受味道 雖然這家的費用挺貴的 但費用全部都是含在那個 奧拓的自由行費 所以我們完全不用另外出錢 而且我發現越南筷子很特別喔 我以為是只有吃米餡才會用這麼粗 而且它是每一家餐廳 都用這麼粗的筷子 越南日常就是這樣巴巴巴 下午的第一站我們來到的是火車街 本來是要來火車街喝咖啡啦 但是因為今天是跨年 廉價期間它沒有開放讓大家進去 今天就不喝咖啡了 就單純只是看火車的街景 不曉得大家沒有印象 應該會在Anson上看過 就是火車會直接這樣子來 路人就會在兩旁喝咖啡拍照 緊接著我們又移動到越南版的國父紀念館巴鼎廣場 但由於附近都是政府機關 所以進去裡面要經過非常嚴格的安檢 在巴鼎廣場內部有越南國父胡志明的林寢 右側則是越南共產黨的中央辦公室 不過這裡個人覺得去過一次就好 喜歡體驗文化風貌的朋友 也可以像我們一樣打車到河內最古老的佛飾 鄭國寺餐館 裡面是不能穿短褲入場的 最深處還有一棵非常巨大的菩提樹 因為許多人會在下方許願拍照 我們剛剛已經跑完今天的市區導覽行程了 下午秋姐帶我們來的是 萊卡咖啡它是連鎖咖啡 然後因為我們已經喝過雞蛋咖啡了 所以秋姐帶我來嘗試看看他們的酸奶咖啡 他們酸奶咖啡是有冰沙 還有上面有一個類似的咖啡 味道不明顯 因為酸奶味比較重 可是越南的酸奶也超好吃 我覺得這道吃起來比較像是在吃甜點 不是在喝咖啡 你的黑咖啡看起來好好喝喔 各位來越南肯定要體驗一下越式按摩吧 在奧托推薦下 我們在市中心找到的這家按摩店 既高級又平價 從頭部到全身 越式 泰式 亞洲 混合方的按摩通通都有 而且兩人一起按摩還可以擁有獨立的包廂 接觸的部分我必須說 10分裡大概可以拿到8.5分 1.5分是因為太過舒服 導致後半段完全睡倒沒享受到 但這間最棒的是 不管是按摩前還是按摩後 都有好吃的飲料和點心可以品嘗 英文服務OK 身材還有一隻超乖小白貓陪料喔 皆さん今天晚上厲害了 因為今天是跨年夜 所以我們今天故意選比較貴一點的 Fay Seafood Buffet 它就是吃海鮮吃到飽 標榜海鮮非常的新鮮 但選項會超多 這是秋簡推薦的 就明天還直接被嚇到 因為跨年夜的價錢是43萬8 平常的價錢是33萬8 選項超誇張的 從螃蟹 蝦子 生蠔 生蠔 隨人騙 任你選拿到飽 完全沒在怕你吃的 首先它的生蠔 生蠔超大的 比我想像中的品質好 但不是到頂好的那種程度 然後再來它的鮭魚 Fay Seafood也不錯 但吃法有點韓式 因為它們是配芝麻葉 將將將將 你們看喔 它螃蟹超大的 我剛剛看廚房 它的螃蟹是狂灑猛灑 因為實在太多人喜歡螃蟹 喔 很多料耶 不是那種很水水的稀稀的小螃蟹 它螃蟹超好吃 我沒有料到會這麼甜耶 水準非常厲害的清蒸螃蟹 而且最厲害的是 這間buffet居然沒有現實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清蒸蝦泰國俠 Bee Seafood Buffet 甚至還有提供越南河粉 各式甜點 保證讓客人絕對胖一圈 才走得住餐廳 阿滴女兒 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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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一早 我們就準備去車前往鹿龍玩 澳洲的行程 包括三天的河內近郊旅遊 全部都是包車移動 不過因為前一晚跨年 我們是在玩太累 所以在車上完全碎死 直接中間又停一個休息站 車程大約兩小時後 就出現在鹿龍灣的沉船口了 鹿龍灣的遊船路線 一共有三條 第三條最長 總航程大約兩個多小時唷 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在船上了 好有趣喔 這邊就是鹿龍灣 然後這裡的波浪其實沒有很大 因為風吹不進來 四周都是傘 然後這個船最多可以坐四個人 我們剛好是跟人家併船的 挺有趣的 給你們看看這裡的景色 很漂亮吧 這樣滑對嗎 好像也不會變快 以時輝延地形聞名的鹿龍灣 即是電影金剛的拍攝片場 狹長的河道和壯闊風景 也是我這次來越南最喜歡的前三名景點 因為鹿龍灣的水很淺 地形又複雜 所以不適合用電動船 也因此 當地村民會輪流排隊划船賺取生活費 我個人很喜歡路線三經過的四大洞窟 雖然洞窟不長 但時常需要彎著頭前行 蠻有趣的 而且科斯特地形真的很壯觀 船夫也會沿途放旅客下船走走 上廁所參觀寺廟 詳細的路線 我先保留點新鮮感 讓大家去的時候自行體驗 但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水上寺廟 真的很壯觀 新增結束後 大家也要記得給辛苦的船夫小費 因為整趟滑下來真的非常辛苦呀 各位 我們的午餐超酷的 我們來到的是鹿龍灣附近很有名的羊肉點 吃個都是小菜 然後就是他們的春捲地吃嘛 就是炸物 這個東西還蠻酷的 是它是有點像羹的東西 要配這個米餅吃 然後這個是那個越南春捲外面的餅皮有沒有 要包鳳梨 生八角葉 還有羊肉片 你看像這樣子 嗯 還不錯 春捲 然後包青菜 像這樣子把它捲起來 有點像韓式生菜包肉的概念 把它包起來之後再沾他們家的特製醬汁 全新的味道耶 其實我不太確定自己吃了什麼 就是完全沒吃過的 很多薄荷蔬菜的味道 然後它羊肉是真的完全沒有騷味 我完全吃不出來 喔 看看我們剛剛吃的料理 他們怎麼都在這兒 吃完中餐過後 下午我們來參觀 越南以前的王朝以及華哥古都 我也是這次來才知道 原來以前越南的首都不是河內 而是寧坪 但可能是因為我個人對古籍沒什麼興趣 只覺得這裡到處都嫌很神奇 但接下來要推的景點 是我私心很喜歡的臥龍山 可以直接俯瞰山谷全景喔 好啦各位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龍山 也是陸龍灣最重要的景點 剛我們不是有搭船嗎 然後有在那個彎彎沿沿的小河上嗎 我們現在要爬到山頂 山頂上面可以看到整個陸龍灣的河水的樣子 但要爬四百多個階梯 我們等等就慢慢的爬上去 大概一個多小時 我們才爬三分半吧 我感受到這四百階的威力了 不是 它每一階都挺難走的又挺高的 這是一個肚子炸開來的視角 我覺得這個比我想中累很多 因為我本來聽到四百 幾乎想說 平常在台灣又有爬截梯 也有在重訓嘛 太扯了 太累了 確實很美 有點像那個中國的萬里長城有沒有 歷經半小時的酷刑後 我們終於抵達山頂 每小山頂上全是滿滿的觀光客 所以我們並沒有和制高點的龍雕像合照 不過一旁的山谷景色就已經很壯觀了 臥龍山一共有兩條路線 又這是比較好抵達的小長城 而另一邊則是我們剛剛划船有經過的河景 放眼望去還可以看到如畫一般的萬重山 那下山之後 奧托一樣會把我們送回市中心 緊接著就是奔套最愛的河內晚餐 剛剛塞了一大段路之後 回到市區我們特地來吃這個 卡卡丹龍 最佳 它很厲害喔 它只有賣一個餐點 炒魚鍋要配春捲 但因為今天春捲沒了 所以我們就用啤酒代替 來 先吃一下魚 怎麼那麼嫩 它炒的好好吃喔 它那個魚有先炸過 然後再用蔥段跟茴香去逼出來它的香氣 然後剛剛店員有教學怎麼吃 先把這個河粉 然後再加上蔥啊 薄荷啊 香菜啊 然後還有它的蔥段有味不味 之後 加進去 這樣子吃 哇哇哇 這東西好好吃 我覺得它是用油去逼出那個魚的鮮味 蔥段很好吃耶 我在台灣又不吃這些東西 台灣真的很好吃耶 是吧 真的好吃 嗯 你們看 被我們吃的精光耶 連那個河粉都沒有剩 然後這個蔥 還有茴香都沒剩 好吃 同場佳穎 剛剛那鯉魚鍋雖然好吃 但兩人份份量偏少 所以我們又跑到附近的超人氣 越南法國麵包 华蜜25 用料非常扎實 麵包本身的酥脆口感也很香 正對面也有室內用餐具 可以坐下來好好吃飯 客人覺得CP值蠻高的 第四天早上 我們終於要出發去 本島我最期待的 夏龍灣兩天一夜遊 沒錯 我們要住在船上 當然船家都會派車接駁 總車走大概三小時 本來很擔心 車上太無聊怎麼辦 沒想到我們這次預訂的船家 Hermes Cruise 他們的接駁車 真的是我人生中坐過最舒服的巴士 可以看電視 也可以幾乎平躺 爽到除了中間的休息站之外 一覺醒來 直接抵達夏龍灣碼頭 不得不說 奧托幫我們預訂的船家服務 真的超好 一上船就立刻收到 飲品飲料和毛巾 簡單介紹完行程 和船上規定後 在船隻行駛的同時 工作人員就會立刻幫大家準備 非常有水準的Buffet 我們只要負責享受 夏龍灣美景 還有吃美食 吃完再到腳板上散個布 或到房間裡休息 行程真的超級無敵趣 我要吸引鋸車倒退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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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我要K香給你們看我的房間 我剛剛不是在樓上說什麼很羨慕下面有泳池的房間嗎 結果是我們房間 我要謝謝奧托 奧托我愛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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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此生好像才沒有住過這種房間耶 你們看超級無敵扯的 這個景色是怎麼回事 好像在夢境裡面喔 我家門前有大喊和小河還有泳池 然後這個沙發區很大很寬敞 床鋪不用說我還以為我自己在度蜜月 然後出來之後呢 小陽台 小涼亭 小泳池 是不是很浮誇 幸好我有帶泳衣 再來是我們房間的廁所 各位觀眾看看 這是按摩浴缸 小小的 然後馬桶身後 OMG這個景 然後這邊吸收台 以及淋浴間 這淋浴間也很大耶 我還以為住在船裡面應該都會房間小小的 哇塞 你們看我們的景色 這邊是我們的房間 然後這邊是山景 旁邊就是大海 超漂亮的啦 可憐我們家老婆 她有點頭痛感冒 家想吐想吐的 她已經在睡覺了 我就替她這個賠錢貨 好好的欣賞這片景色好了 好爽喔 我決定要明天早上一大早就起來享受這片景色 真的是一秒鐘都不想要浪費掉 在房間稍微休息一下 接著船家會用廣播通知大家到甲板集合 他們會用小船載我們到第一個景點金亞洞 這位世界自然遺產的夏龍灣 每天都有絡意不絕的遊客到訪 所以大家都要排隊慢慢爬上洞口 但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等待絕對值得 因為裡面不但有經過數十萬年歷史的鐘如石 攤圍關子的地形真的會瞬間理解 為什麼這裡會取名為金亞洞 我們現在進來這個洞穴了超級壯觀耶 我沒有料到藍洞會這麼的大 因為我本來想說夏龍灣可能就是看看風景走走路這樣 沒有想到這裡簡直就像是異世界 完全沒有接觸過的地方 眼前這些鐘如石景像實在是太壯觀了 我剛剛進來的時候真的是碳尾關子耶 我感覺很像來到什麼 新技藝工隊發現的新宇宙 我們現在快要走到出口了 給大家看看有一個鐘如石超壯觀 很酷吧 然後那邊就是出口 這好像拍什麼電影喔 有點像是被困了幾十年之後 好不容易終於找到一個出口這樣 哇 不愧是制高點 超級壯觀的 我們剛剛就在那邊排隊有沒有 那邊都是人 那除了洞口後 船家們會在另一端間遊客上船 繼續前往下一個景點穿洞 這裡很特別的是 進入穿洞之前 要先穿過一個低矮的洞口 船家會讓大家自由選擇 要帶懶人租乏或是自己滑獨木走 好可怕 我們現在正在洞裡了 好累 這好玩 哇 好壯觀喔 OMG 你們看 我們是真的要自己滑獎的 單手錄影好難喔 滑 不理滑 滑 滑 要到我們家了 滑 真的會濕 滑 不過滑獨木周唯一的缺點是 褲子一定會濕 所以體驗完之後 船家會讓大家先回房間洗澡換衣服 那和Mess Cruz很貼心的是 在晚餐之前 他們會在頂樓甲板 幫大家準備Happy Hour活動 不但有無限想用的下酒菜 調酒最貴一杯 才台幣250 還買二送一 大家也會邊吃東西 邊欣賞下廊灣美到爆的夕陽景色 餐點還有個手作樂式春捲體驗 但很不幸的是 我們家老婆在滑完船之後 立刻病倒 完全碎死 只留我一個人 淒涼的享受著美景 但你以為 氣美的故事結束了嗎 沒有 老婆在房間休養的同時 船家居然還精心準備了 超浪漫的法式燭光晚餐 對 就是那種 東西很好吃 但上餐速度非常慢 這樣客人才能好好聊天的晚餐 秉持著客家精神 我本來要自己吃掉兩份主餐 看全船放閃 還像是個看起來和男友吵架 男方富氣不吃飯 只要抱吃發泄情緒的瘋女人 服務員到管家 還輪流來關心我的用餐狀況 真的超級尷尬 大家如果對生病老婆 AK夏龍灣睡美人的奇葩故事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到我們的Podcast 聽聽看這次的越南旅遊內幕 第二天早上本來還有一個打太極活動 但因為早上下雨 我和老婆又睡死 完全沒有注意到時間 當我們醒來後 才匆匆忙忙趕上了登英雄島行程 在英雄島 大家可以自由選擇 要在沙灘上玩水 或是登山看夏龍灣的制高點 我自己才還蠻推薦爬山行程啦 也沒有想像中的累 而且最上方的夏龍灣景色 真的美到不可思議 很漂亮對吧 你看晚上有多少船家住在這裡 超扯的 哈哈 我哪有時間 好啦各位我們排完英雄島吃完早餐之後 就差不多要到岸邊了 真的是有夠捨不得這片海景 在我們的房間 唯一值得慶慶的是 我們家老婆算是恢復了 現在可以起床吃東西 算有點可惜啊 但我覺得整體來說 Hermes Cruise的這個行程 真的是很棒的體驗 我自己是覺得 來夏龍灣一定要住上兩天一夜啦 因為這裡的景色還有它的景色 如果天氣的話 真的實在太超值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準備 搭接駁車回到河內市區 等等再跟大家開箱新的飯店囉 回到市區後 最後一晚我們換了新的飯店 敬對各位 這間位於啤酒街中央的 Maydayville Legend Hotel & Spa 服務超好 價格親民 一碗台幣1500就能住到很不錯的房間 一樣含早餐 也有飲品飲料和水果 不過回到市區後 我們實在太餓了 所以下午又找了一間 在地的越南河粉專賣店 Verfin13 這間居然和第一天的李國師一樣好吃 但蔬菜更多 湯更濃一點 小缺點是 比第一天的座位小很多 然後吃完之後 推薦大家可以去喝喝看附近的 Hanoi Egg Cafe 價格雖然比一般咖啡高 但味道更好喝 雞蛋奶泡也更綿密 就算不喝咖啡 這裡也有雞蛋熱巧克力等等選項 來到越南五天 大家都還沒有買到伴手禮 所以澳洲有推薦我們到當地超市 BRG Mart 採買帶皮膠果還有烤椰子餅乾 而且這裡的物價 比一般超商超市便宜許多 帶重泡麵才台幣5塊 可樂9塊 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快樂物價 為了補足前一碗超精涼的浪漫晚餐 晚上我們特地到澳洲推薦的 法式餐酒館 Oak Wine Booket用餐 不得不說 這間的店狀超級漂亮 經典紅白酒一杯大約140 湯餅不錯 但份量偏少 前菜我們都沒有很愛 但主餐很驚豔 不管是店家推薦的香草烤羊排 還是奶油檸檬鮭魚都很好吃 再加上店家親切的服務態度 10分裡我會給到8分 在河內的最後一天 我們剛才已經吃完早餐了 反正這家飯店的早餐很厲害耶 他除了選項很多之外 還有現煮的歐姆蛋 煎蛋 河粉等等的 就連他的布丁還有酸奶都超級好吃 不過因為今天下午我們就要去搭費街了 所以星辰拍得比較鬆散 等一下會去吃奧拓推薦的餐廳之外 可能還會再繼續按個膜 或者是走走逛逛 等一下到機場之後 我們再跟大家總結一下 這一次的河內自由行星的吧 沒錯 最後一天因為要趕飛機 所以算是我們的河內移住清單日 我們現在飯店附近找到了一間 按摩腳還有樂視行法的SPA 一小時的服務居然才台幣380 食物的部分 我們意外發現一間 比第一天更乾淨更好吃的米其林烤肉米線 BONCHATA 他們家的番茄豆腐和豬肉米線都好吃 零走前肯定還要再來上杯雞蛋咖啡嘛 所以我們找到Ed Coffee的發源地 Cafezen 價格更便宜但咖啡比較苦 我個人還是最喜歡第五天的Hanoi Egg Coffee 那大家一定都很好奇 這一次我們的自由行行程費用 到底要花多少錢 跟各位報告 不含機票但快速通關 六日行程還有飯店吃住等等 朋友服務加起來 一人是台幣26900塊 最後也會有專車送我們到機場喔 好啦各位 我們剛才已經到機場啦 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澳拓自由行的體驗心得 我覺得他們家最最最最方便的就是 你是真的可以無腦自由行 因為以往都是我做功課 大家負責造超我的韓國或其他國家行程嘛 但這次訂了澳拓之後 我終於懂什麼叫做不用動腦 只要負責造超行程的爽感 從我們下飛機開始 所有行程安排 吃喝玩樂他們通通會幫你搞定 甚至還可以選不同的預算 安排不同類型行程超方便 然後澳拓的這個越南行程 最低住傳數是兩個人 所以不管是跟朋友 情侶或是家人都超適合 又可以同時保有自由行程的彈度 我覺得這點超讚 那如果你們對澳拓自由行程 也有幸運就好 我再把詳細的行程連結放在資訊欄 有興趣的人可以支持看看囉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接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支持我的Answer Facebook Call 我們台灣見啦 掰掰 因為老實在太不舒服了 所以這個浪漫的燭光晚餐 就只有一個人可以享受 他在旁邊睡覺這樣 你們看這畫面